探龙 精彩继续 探龙第344章 李怀风得到了杨子的肯定答复 心满意得 随后寒暄几句 说了一些无关动痒的慰问语言 无非是叮嘱杨子好好休养 杨子自然不会真把他当亲人看 两人相互敷衍几句 李怀风告辞 带着李家人出了中南归秦岭 自行去了 杨子一个人站在山岗之上 看中南山满目苍翠 风气云涌 心中感慨万千 从一个对六门一无所知的青年 到完全介入六门争霸之中 杨子知道自己的人生再也回不去了 这一路走来短短数月 却已经是凶险无数 几经生死 现在仍旧深重歧途 还能活多久 还能活成什么样呢 杨子自己心中都没有点数 只知道已经被逼到这个份上 就绝不能再退缩了 而跟随自己的人 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九大企图 仅仅跟随自己个把月不到的时间 却已经死了三个 废了一个 九胜其五 看样子自己真的成为危险伴随者 之后行事 当能不用这些人的时候 就不用这些人 免得多伤无辜啊 当下吩咐人将莲小雀 大耳龙和波士公的尸体 就地火花 骨灰带回去 好胜安顿 他们还是要回金陵 带着尸体上路 可不方便 现在杨子手下 已经有三十几个人 其中不乏年轻人 都是凭着一浆热血 跟随的杨子 这些捡柴火的事情 自然是他们去做 那些年长者 还是不合适的 当下就有十来个人去准备 片刻之后 柴火堆架好 将三人尸体 分开放着气伤 没有汽油 就从贺连家 找了几桶食用油林上 杨子看着三人尸体 瞬间生起一股无力感 风消消息 溺水寒 壮士一去兮 不复返 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首次争霸六门 就死了三位前辈 这般生死争斗 为的就是六门共主 一个虚名而已 当真不值 但自己却已经不能退去了 自己现在已经是 一方势力的领袖 一举一动 已经不仅仅是 只代表自己 还代表着 所有跟随自己的 三十几个六门中人 自己这个时候退去 别说他们不会答应 就算躺在柴火堆上 这三位 也不会答应 杨子弯腰跪下 咚咚咚地 对柴火堆上三具尸体磕头 他们本就是杨子的长辈 有死者为大 自然受得起 随即杨子站起身来 阳声说道 三位叔伯 在天有灵 保佑小侄 首刃仇敌 待到大仇得报之时 必定携仇人授旗 献予三位爷的灵箭 一句话说完 神兽坚固火把 王柴火堆一丢 火苗子轰的一下 就窜了起来 眨眼间烈焰熊熊 杨子再度扬声大汗 三位叔伯 一路走好 其余众人 也纷纷喊道 一路走好 一时之间 生振山谷 来回激荡 说不出的悲壮其处 尸体火化之后 自然有人收拾 一切妥当 众人动身出中南 杨子原本是准备 出了中南山 酒包上是来辆车 回到金陵再说 可这出山 却走了整整半日 才到中南山脚 也是凑巧 山脚下有个村庄 有户人家 正在办喜庆的婚事 现在农村人都有钱了 流水席开着 金玉龙非要去吃一顿 杨子一琢磨 这一天 大家确实没有吃好 反正也要不了多少钱 干脆将大家化整为零 三五成群 每人拿了一点钱 去随了份子 只说是远亲 直接坐在酒席上 吃喝开来了 这懵得一下 多了三十几个人 主家也是有点发懵啊 人家请客 也都是有谱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也并没有多盘问 就真的 给众人开了三桌 一开始吃喝 大家并没有觉得 有什么奇怪的 一直等到大家 酒足饭饱 有先心观察中围 就发现 事情有点不大对了 这家大门之上 贴着一大红喜字 两边贴着对联 上联写的是 一室良缘同地酒 下联写的是 百事家五共成天 横批 喜结莲礼 大门旁边还搭了个戏台 请了古乐班子 滴滴答答 唢呐吹着 分明是昏曲大喜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人的脸上 却没有一丝喜气 一个个都是挂着一张脸 看着自己等人的眼神 也是怪怪的 甚至带着一丝仇恨 一丝恐慌 看上去就像自己等人 欠了他们每人 二百块钱似的 整个婚礼 只有几个半大的孩子 还有点笑声 其余人的脸上 就看不见 一丁点的笑容了 这就奇怪了呀 按理说 婚曲大喜 天人尽口 主家应该 个个喜气洋洋才对 怎么反倒 像死了个人似的 金玉龙看了看大家 小声问道 各位老少爷们 刚才都有上仗吧 没人白吃白喝吧 不是我怀疑各位的人品啊 万一有个比我还爱钱的 可就将咱们坑出来了 只要传出去 说咱们新六门共主 带大家吃白食 连可就丢光了 杨子笑骂了一句 在座的能够在乱雷压顶情况之下 仍旧不先行逃走 就说明个个都是一条汉子 谁会贪图这百十块钱呢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金玉龙一看 顿时有底气了 手一拍桌子就说 主家 给龙爷出来 好像这主家一直在防着众人生事 所以一直有人盯着他们 金玉龙一喊 主家立即出来了 是个五十来岁的朴实庄稼汉 还没到酒桌边就逃出香烟来 一边哭着脸陪笑 一边点头 说 各位啊 招待不周 招待不周 有什么要求 各位尽管提酒事 金玉龙脖子一梗 就说 少废话 我问你啊 咱们这些人来吃喜酒 随分子了没有啊 主家好像生怕金玉龙等人生事 急忙点头 说 碎了碎了 金玉龙一点头 是 咱们确实不是什么亲戚 但咱们都是中华儿女龙的传人 往前扯五千年 都是炎黄子孙 你家娶儿媳妇 我们来贺喜 也不是没随理 你们家干嘛哭嗓着脸呢 成心跟我们过不去吗 那庄家汉一听 脸上都快拧出苦枝来了 急忙说道 好汉爷 你们随着礼金 我等下就如数奉还 令背上烟酒采头 还请好汉爷 千万不要动怒 千万不要动怒啊 您刚藏篇悬疑小说 探龙 下集更精彩 我感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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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您感谢 我们下集完